8月23日赵丽颖粉丝群的多个官方账号遭禁言 其中包括有259万粉丝的赵丽颖全球粉丝后援会 拥有70.8万粉丝的赵丽颖官博等 这也是今年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之后 首个遭大规模禁言的粉丝群体 赵丽颖粉群为何被禁言 其原因是因为在8月22日晚 有部分网友在豆瓣微博 爆料赵丽颖将在新剧隐瞒生长中 28有匪的王一博 从而引发赵丽颖粉丝集体抵制 赵丽颖粉丝对合作对象王一博进行辱骂 赵丽颖全球粉丝后援会还发布长文 表示拒绝28是全体粉丝的核心诉求 王一博的粉丝自然不甘示弱下场护丝 甚至上升到攻击赵丽颖本人 这场护丝恰好撞上了整改的风口浪尖 23日晚间微博方面发布公告称 近日某明星粉丝群体在网络上拉财引战 恶意组织召集网民发动围攻 此类行为严重违反了平台管理规定和会议共识 战方在进一步梳理问题之后 决定对1830个涉事账号做出禁言处罚 其中情节严重的100个账号做永久禁言 赵丽颖粉丝的拉财 说到底还是粉丝以爱的名义果写偶像 粉丝的不理智行为 对偶像显然不是保护 甚至还会让赵丽颖本人受到影响 感谢观看